男子氣沖沖的走進店裡 拿起鐵棍就往玻璃敲下去 不斷對著店員嗆聲 正在用餐的客人當場嚇傻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擋灰塵的玻璃保溫箱全碎裂 一盤盤剛炒好的青菜上 滿是水玻璃 二煞離去後 店員趕緊拿起電話報警 他就吵到他了 他一話不講 他就拿那個盪橋過來砸店 講到被砸過程 老闆娘還驚魂未定 隔一天照常一宴 但玻璃櫃只剩支架 玻璃還來不及裝上 事情發生在31號晚上6點多 台南新化這間便當店 當時是用餐時間 突然被人闖進來砸店 砸店的竟然還是 隔壁電腦公司的老闆 便當店業者PO文控訴說 隔壁鄰居很可惡 跑來我們店裡砸店 說我們換瓦斯的聲音太吵 之前還恐嚇我們好多次 也兼聚好多次 要求我們不能發出聲音 店面被民眾使棍棒打破玻璃 我發現是隔壁 經營電腦公司的老闆 噪音跟油煙的問題 等說多年等不出 脾氣爆發之後 就使棍棒全面砸店 老闆生氣PO文 開店做聲音 怎麼可能不會發出聲音 鄰居因為噪音和油煙 已經長期積怨不目 現在演變成砸店衝突 先動手的就是鄰居 隔壁鄰居反目成仇 恐怕糧子越結越深 記者來觀賞 劉怡婷台南報導